在抹克兰附近大规模部署俄罗斯军队的紧张局势加剧之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西方没有办法缓捉到莫斯科的安全保障要求 他将会考虑各种选择 本月较早时候莫斯科提交一份安全文件草案 要求停止不约向东扩张 以及如抹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家的军事合作 在上周的年度记者会上 普京担速西方立即缓捉这些要求 列举了对乌克兰和北约的一连串不满 他警告说如果西方继续在我们家门口的侵律性路线 莫斯科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 当被问及到莫斯科的具体回应时 他在12月26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评论中说 可能会有多种多样 并补充说这将取决于我们的军事专家 向我提交了什么的建议 他并没有详细讲明 美国官员公开表示 他们愿意就俄罗斯的要求举行会谈 然而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官员私下表示 一些要求要是行不通 即是根本无可能 根本和西方价值观背道而辞 然而美国及其民国已经同意下个月 与莫斯科展开安全会谈 讨论他的关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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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